我希望你在未來的旅程當中呢 能夠找到自己的興趣 然後呢 展示高飛 心裡老師真心的祝福你 希望你每天都能夠快快樂樂的 就希望你每天到學校 這樣陽光般的笑容 老師祝福你喔 恭喜你要畢業啦 我跟你講喔 就算是畢業 也是校試小學畢業 這是你人生當中的一個地經過程而已 我希望呢 你能夠追尋自己的夢想 去找到屬於自己喜歡的事物 讓自己在之後 在熟學路上 能夠更進一步 然後讓自己之後的那個未來發展 能夠越來越好這樣 那祝福畢業 畢業快樂 成萬一 祝福 恭喜你畢業了 畢業不是結束 可是另一段運程的開始 那祥老師在這邊 希望你 好好的運用在 甘霓國小學校的一切 上了國中以後呢 運用在甘霓國小學的這一切呢 刻苦重重的難關 那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最後祝你畢業快樂 哈囉 師傅 就 阿姨很捨不得你畢業 造新學校 最捨不得你 用你做的最佳期待 然後呢 看你從小一到小六 他要那個勇敢 然後呢 不往上去 然後呢 希望 畢業後呢 也會進去 那麼的勇敢 甚至必到作者 要均術 這樣子 你能夠可以 然後呢 然後呢 祝了之後 祝你畢業快樂 其實我最捨不得 你能夠留下來 畢業快樂 師傅 我們時間過得很快 從我教你的時候 你是二年級 小小的名字 一轉眼間 你成長這麼大 還記得 是你在二年級的時候 教會我直開你的 這種事情 我是不會跟人家講的 最後祝你 畢業快樂 上個小時後 要更加努力喔 林師爐 小小林師爐 林師爐 這也是你喔 還有沒有 這些小小林師爐 你留太多回憶給我們了 很捨不得讓你離開 可是還是要讓你離開 因為你要到下一個階段 要畢業了 立芬老師祝福你 紅塵萬里 夢想成真 師爐 你好 好 在這裡祝福你 在從一年級到六年級之中 跟我學習了很多的詩詞 女唱 還有詩作 今年你要離開我乾淨 畢業了 人生的另外一個好道 我希望你能夠走得很順遂 而且怎樣 乖乖型的 勞弱的繼續學習 往前進這樣子 好了 你也有做了一所事 但是在畢業期間 也要當中給大家分享喔 祝你潛辱一路順遂 成功 謝謝你喔 加油喔 那恭喜 那恭喜 師爐你即將畢業了 那在畢業過程當中的話 恭喜你完成針對原來的學業 然後你認識不同老師還有同學 然後發現到畢業成長不少 那祝福你在上國中的時候 一樣可以步步高升 奉承萬里 那老師也祝你畢業快樂 謝謝 例如畢業快樂 就要從國小畢業了 換向國中新的階段 在那裡會認識新的老師 新的朋友 也會再見到之前畢業的學長姐 一起在新的校園 編織美好的回憶 與未來的夢想 不要害怕 要勇敢去嘗試 重要的是 無論如何都要向前 你的善良體貼 如同光一般 可以溫暖你周邊的人 祝福你展翅高飛 飛得越高 看得越遠 如 阿如 師如 其實在這幾年中 對你的稱呼 一直很像不斷地在改變當中 那其實這也代表 其實跟你的感情 真的算是不一般 真的 對我來說 你是我的第一個導師班學生 那對我來說 你也是我的第一個畢業班學生 那只有短短的時間 之後我會再特別再錄一個影片 然後是給你的 那那個影片裡面 可能會說得再比較多一點 那在這裡 我希望你到國中以後 我希望 你可以變得更勇敢 有些事情 我們面對才可以把它解決 不要選擇逃避 不要選擇用眼淚 想要去掩蓋很多東西 你是個很善良 也很可愛的小女孩 從一年級到六年級 我真的是見證了你的一個成長史 那希望未來你一切都可以非常地順利 也希望你真的可以像媽媽說的一樣 朝你的夢想努力前進 真的不管你做什麼 老師相信你都一定可以做得很棒 最後祝福你畢業快樂 謝謝順利 畢業快樂的師徒 一開始進到學校的時候 就覺得你是我們學校的小天使 不論是幫老師忙 或者是照顧學弟學妹們 你都會拿手 雖然你性格不爭不強 卻能夠擁有自己的主張才理解 這也是跟你相處越久 越來越欣賞你的事情 想起你所有經驗到很多事情 希望你能夠從這些經驗的當中 越來越認識自己 找到自己喜歡的事情 一定會成為畢 祝福你 體驗快樂 師徒你好 剛剛還乾淨的時候呢 師徒是四年級 現在是專業之間 快三年過去了 師徒都要畢業了 那其實師徒在我心中 一直是不輸給當時高年級的存在 無論是在課業啊 才藝或是人品各方面都是 那師徒其實一直都很優秀 那也是我心中的小天使 每次看到師徒過來就覺得 小天使就過來了 那尤其是到師徒六年級的時候呢 就常常看到師徒在幫助學弟學妹們 上課的時候也會常常幫助老師們 是一個非常好的好幫手 那最後再送我也是有一段話就是 希望你在未來路上呢 不論遇到什麼挫折 你愛哭就哭 沒有關係 因為我也很愛哭 你哭完之後呢 就把你的情緒收好 然後繼續往前進 然後希望你未來路上都能 過得非常的精彩 六年即將過去 那也成為了今年的畢業生即將踏出校園 在這六年的過程中 校長看著你一路從大姐廣勳品真他們呵護的小學妹 慢慢慢慢的成長 到了今天 你已經是校園裡面 帶著陳希 立涵這些小學弟小學妹們 學習森巴谷 詩琴唱 打擊合眾 以及各項活動的 領導者 那校長看到你這些 蛻變跟成長 心裡非常的開心 那即將畢業 校長要祝福你 在未來的學習道路上 勇敢的去把握各項學習的機會 不管面對什麼挑戰 勇敢的去克服它 你知道嗎 人生有許多的第一次 但是校長有一次 有一個第一次跟你是雷同的 你是校長 教職生涯中 第一個帶滿六年 也是唯一的帶滿六年的小學生 校長則是你小學生涯中 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校長 所以校長對你有一份特別的感受 我會很捨不得你畢業之後 校長長 校長短的聲音 但是天下無不善的宜恩喜 那校長要祝福你 勇敢如夢 畢業快樂